星期五有近7万人接种新冠疫苗 灾畅单日新高 而伏必泰接种年龄降低到12岁之后 至今已经打针和预约的人 占那个年龄组别大约1成4人 当局第一次安排外展接种队 到中小学为师生等接种新冠疫苗 当局星期一开始 为中小学提供上门接种新冠疫苗服务 相隔4日 天水围这一间中学 成为第一间推行的学校 觉得有什么感觉 有老师朋友的陪伴 令到我信心比较大 我下年就DSE 希望可能搞一些毕业聚会 可能就希望在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涯 可以过得比较开心些 这日来到这间学校打针的 还有附近一间中学 和两间小学的师生和家长 一共大约310人 才合乎外展队到校接种的300人门栏 办学团体说要夹齐人数有难度 几间学校要夹他们的上课 要夹考试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挑战 都希望政府在人手容许的情况之下 如果能够帮手到校疫苗的人数 可以达成一些处理 要将礼堂变成接种的地方 都不是那么容易 下方就说 两度和政府业会外展的医护团队 在这里视察并布置 希望为师生和家长 提供一个安全的接种环境 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也都到场巡视 他说已经和大约300间学校 商讨外展队接种的安排 不过有学校上个月底 向当局申请外展队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到校打针 但是就被告知 需要提前12个工作日申请 他说到现在仍然未获得当局告知 确实的接种日子 希望能够赶得切 在放暑假之前完成接种 无线电视机在中卓期报道